大家好歡迎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我是影子 今天第七史詩又更新啦 所以今天影子就要來介紹一下這次更新的內容 那在介紹更新內容之前呢 今天登入剛好又送了兩顆金光傳承石 所以我們又可以抽一次光暗抽 那我們現在就來抽吧 好緊張喔 每次抽光暗抽都會非常緊張 這是我這個帳號第三次抽光暗抽的 五星的吧 我第一抽就五星其實是有點曬的 藍色 不過三星也是有很強的 光槍 欸不是喔 這隻搶嗎 暗攻 我們看一下他技能好了 目標處於標靶狀態的時候傷害量增加 速攻值減少10% 被動是每回合開始的時候 隨機 使隨機目標以80%的幾率在兩回合內產生標靶 所以就是自動給敵人上標靶 大招是射擊目標的要害 以80%的幾率在兩回合內造成暈訓 暈訓兩回合喔 欸這個很強欸 雖然只有單隻啊 可是 暈訓兩回合倒還蠻厲害的 不知道欸 我這樣看不太出來他到底強不強 因為我覺得他第一招 純粹攻擊好像也不是很厲害 三星裡面的話呢 我比較想要 光系的槍手 這裡 這隻叫做 里克里斯 這隻技能非常非常的厲害 尤其他這一招 他為全體的 技能冷卻的時間減少一回合 然後呢 在兩回合內 持續回復和速度提升 這招技能超級厲害 他普通攻擊還可以破防 有破防的角色都算不錯啦 最強的角色當然就是這隻暗系的啦 無豆加肯 然後 前幾天呢 我發現 居然有人有這隻角色 這是我第一次玩這個遊戲 看到真的有人抽到這隻角色 然後呢 我馬上給他點了 邀請好友 結果他真的答應了 找一下 在這裡 超級強的一個玩家 他應該超不缺好友了吧 你看他的角色 有夠變態耶 暗系的無豆加 然後這隻火的 火焰的斧頭 火騎士 水刺也有 火法師 木乃 都是很強的角色 你看這一排 真是華麗陣容 這個玩家 不知道他投了多少錢 超華麗陣容 原來這裡 冷生 物 快點 無ية 火災 中快 火災 最快 好進入今天的主題這次的更新呢 第一點就是多了這個挑戰裡面 關卡裡面有多了一個暴走的奇奇拉特 V2 那這一個關卡有分兩個等級普通等級跟上級 然後最主要的獎勵就是可以獲得這隻角色三星的角色 那打普通等級關卡的話呢有12%的機率他會掉落 那在打上級的關卡有28%會掉落 也就是差不多打4次上級會掉一隻 然後普通的話可能要打個8次才有機會掉一隻 機率不是很高所以需要耗非常非常的多的體力去打他 那除了這個還會打到一些強化石啦 然後打一次給大家看 我不太確定我上級打不打得贏我還沒打過上級 前面這個小兵還蠻多所以隨便輕鬆清掉就ok 中間會有一隻小boss這個小boss也蠻簡單的 他血也不多 到這隻王啦 王旁邊兩隻小兵比王本身還厚血 所以王旁邊兩隻小兵不要去理他 直接把王殺掉就可以了 你們有沒有看到旁邊兩隻小兵有夠厚 那我覺得如果打上級打不贏的話可能用毒弓也是可以的 那缺點是不能帶好友的角色啦所以自己本身一定要有毒弓 因為挑戰關卡是不能帶好友的角色進來打的 我不太確定這個意義是什麼耶 他那個藍色的光感覺沒有什麼攻擊 然後也沒有給我方上任何狀態所以我也不知道他那個藍色的光到底有什麼意義 好這隻普通等級的其實普通等級不難 可是普通等級已經要打這麼久了上級的我就 不敢確定我能不能打的贏 試試看吧 前方的小兵還好 前面小兵還好 大招下去啦 小Boss,小Boss會召喚小兵 不過他小兵的防禦力不高呢 一下就殺掉了 他可能是每行動一次召喚一隻角色我覺得 這邊上BUFF加攻擊力 對啊他每行動一次會召喚一隻 還好他動的不是很快 還蠻慢的 我角色差不多動兩回合他才動一次 可是我覺得他動的越來越快 他好像會一直給自己增加速度 速度提升12 還好他小兵死得很快 所以不怎麼難還好 好啦重要關鍵啊不知道打不打得贏 看他減多少血 也太厚了吧 我這樣才打5%的血 加攻加防 這是重點 破防吧你 破防 沒中 誒誒誒誒誒誒這什麼東西 怎麼還多了一次攻擊 這個在普通模式裡面沒有 喔還會反擊捏 他的全體大招好快就能用一次喔 冷卻時間才三回合 脫太久 對自己很不利 果然把他殺掉 不過他防衛力好像感覺沒有很高呢 又是個不明的光線不知道幹嘛 藍色的光 沒有什麼說明 暗刺要掛掉了啦 至少要再復活一次 藍色的光是不是把我方的攻速值降低啊 樹公子 不是公子 我一直講錯 樹公子 我等一下看一下左邊這邊的藍條 沒有啊沒有降低啊 那我真的不知道他藍色的光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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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任何傷害啊 到底幹嘛 可是看了就會讓人家很討厭 防護罩 還會上防護罩 欸 掛掉了 剛剛已經復活過一次了嗎 還好他也死了 我暗刺有復活過一次我不知道 欸 打到他了耶 哈哈哈哈 打到他了 你該不會把我的奇奇隨便用在其他地方吧 所以他不能給其他的強化或升級耶 奇奇拉特跟其他的機械不相容 無法使用奇奇拉特強化或升級其他英雄 傳送英雄時也無法獲得傳承石 所以不能把他當成肥料就是啊 就只能他自己 自己吃自己 呵呵 來看一下剛剛打到的 好這隻角色呢 他是騎士 光屬性的騎士 他的印記是增加生命力 普通攻擊以50%幾率解除一個強化效果 根據自己的防禦力增加傷害 所以他是防禦越高 傷害越大 被動是攻擊後自己的防禦力增加3% 最多重疊5次 大招是 瘋狂亂射所有敵人 就是打敵人全體 60%幾率在一回合內造成命中減少 根據自己的防禦力增加傷害 所以他就是 防高的話攻就高 沒有給敵人破防 或是減攻擊的附屬性 是有減敵人的命中 減敵人命中 還有解除敵人強化效果 所以還不錯 這隻還可以 來看一下他的覺醒 他的覺醒之後呢 用完大招會讓自己在兩回合內反擊 還不錯喔 被打的時候還會反擊 蠻好的角色 所以這一隻在活動期間 我應該會把他刷到至少 刻印要滿吧 要3S 3S滿的話 生命力全都會加很多 所以還不錯 好 第二個更新呢 就是現在 現在目次的機率up 維德瑞的機率增加 這隻角色呢 我本來沒有很想要 可是現在把他上調了 現在他的普通攻擊 比以前的普通攻擊呢 傷害增加13% 大約啦 不是確定 就是大約增加13% 所以攻擊比以前高 那另外呢 他的被動 就是平常把 普通攻擊把敵人殺死之後呢 他會再次使用全體攻擊 那 使用全體攻擊之後呢 會有兩回合 自己的攻擊力增加 以前是一回合 現在改成兩回合 所以我們現在來抽抽看吧 我打算抽個9次就好了 既然他上調了 就抽他吧 他主要還是拿來刷小兵用啦 通常打BOSS不太用得到他 因為他被動也放不出來 沒有 三星 喔 金色的 哇 是 裝備 神器 是給誰用 騎士專用 我軍的防禦力增加10% 傷害的10%之裡代為成獸 不會與相同神器充 還不錯耶 這個在競技場還蠻好用的 如果有騎士的話 可以吸收傷害呢 欸 好東西 也不賴啦 抽到這個還不賴 喔 誰 喔 五星 真的要抽到木刺了嗎 欸真的抽到木刺了 我可以放兩隻了 我可以兩隻放上去 欸我真的覺得 我跟木乃可能真的沒緣 因為我之前抽木乃 抽了兩百抽都沒抽到 然後呢 後來出了不是這隻火焰的火騎士嗎 我抽兩抽就抽中了 然後抽維德瑞剛剛抽幾抽啊 我剛剛抽了五抽而已喔 對啊 我才抽五抽欸 這隻五抽抽到 這隻兩抽抽到 可是木乃呢 兩百抽都沒抽到 所以 我之前以為這遊戲 抽到五星的機率很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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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那時候抽木乃 第一個角色我想要 抽木乃抽兩百抽沒抽到 然後我就覺得 這遊戲是不是 機率真的很低 可是 因為這遊戲呢 三星角色非常多神角 所以呢 我就想說啊 雖然沒抽到五星也無所謂 就繼續玩下去 結果呢 後來發現 抽到其他角色的機率還蠻高的 可能我真的運氣不好 是抽木乃一直抽不到吧 可是其他的就一直抽到 還不錯 那我以後推圖就會很快啦 就帶 帶肥料的話會非常快 就是 木刺加暗刺 兩隻角色長的一模一樣 只是顏色不一樣而已 長一模一樣 帶出去那個刷圖就是快 不錯 我們來講一下 這次還做了其他的調整 首先這次的角色平衡做了非常的多 那角色平衡我等一下會放上網址給大家看 因為角色平衡真的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那網址裡面大家點進去之後 可以看得到 就是如果你有哪一隻角色 你可以去看一下 他改了很多 那另外呢 還有一些調整就是 深淵呢 我們平常在進化的時候 他這個葉子的數量減少 所以我們可以拿到的葉子數量減少 可是金幣的數量增加 那以後葉子要怎麼大量的拿到呢 就是要靠聖域這邊 聖域這邊的指揮總部啊 在第二個探險任務裡面啊 這個葉子的數量變成反而加倍 就比以前拿到的數量還加倍 所以這邊呢是葉子增加 深淵那邊葉子減少 還有一點就是在冒險這邊 我們平常在打關卡的時候 不是會掉落二星的怪物嗎 那現在呢 從現在開始以後 掉落二星怪物的幾率都是加倍 比以前還多一倍 所以我們以後要收集材料 收集肥料是非常簡單 很容易就可以打得到 這一點非常棒 會讓我們玩家 很容易把我們角色升星上去 再來下一點就是 包包的上限 從350變成400 不過是上限 所以我們還是要花天空石去擴充它 不過呢 現在擴充 每擴充5 只需要15個天空石 以前是20 所以少了5 比以前好一點 再來角色的部分 英雄的空間一樣 上限提升為250 從200提升到250 然後就是多了50 不過也是 只擴充上限 所以我們還是要自己花天空石去擴充 好 這邊一個網站呢 在巴哈姆特上面呢 我會把這個網址貼在我這個影片的下方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英雄都被調整了 這是我剛剛講到的 維德瑞 這隻木刺呢 他調強了 大部分角色都是調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這隻角色我沒有 邏輯我沒有 大家都有的 女主角呢 她的 大招 次元龜裂 也變強了 DN越少的時候 傷害越大 然後傷害 加大很多 她說這邊 增加大約3倍 所以傷害是非常高的 所以女主角以後也變得很強 再來 靈兒也改強了 靈兒我也有 本來她真的是沒什麼用 因為 她跟光正太比 根本比不上 所以我都沒有在用她 這隻角色我也有 可是從來沒用過 以後可能會用到 因為她 這邊也改強了 那下面有各式各樣的角色都有改 所以大家可以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這邊 我如果要講話要講非常久 還有這個 光頭 光頭我上次 光暗抽第二抽 不是抽到她嗎 很爛的一隻角色 我上次覺得 所以我完全沒有答案練她 然後 她也被改強了 所以有可能我會練她 不一定 改強感覺 好像也沒有改強很多 所以還要再看看 不一定 好 那這個網址我會貼在下面 在節目的尾聲呢 我想問一下大家 有沒有抽到光暗五星的角色呢 或者是你光暗的角色 第一抽抽到誰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我很想知道大家到底抽到誰 好 這個影片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幫助上 的話幫我按一個讚喔 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再見 掰掰